萧炎自创斗技佛怒火连都传授给了谁 众所周知 萧炎在斗气大陆上虽然学会了不少地天斗技 但身为炎帝的他 在斗气大陆也创造了很多斗技 其中炎帝萧炎的佛怒火连 便是萧炎创造的最强斗技之一 其修炼核心便是通过焚绝功法在体内凝成气旋 形成一个强大的广场 里面可以容纳多种异火 并使它们相互融合 再配合萧炎的独创功法 将异火融合成为一个火怜形状 按理说 修炼这个斗技的必要条件 应该是获得清廉地心火才对 所以修炼佛怒火怜斗技的条件极为苛刻 但纵观整个斗布汤熊系列小说中 还是有两位强者学习了萧炎的佛怒火怜 其中一位名叫小一 小一是熊儿和萧炎的吞噬金针腰火后产生的婴儿 其本体乃是萧炎的六种异火融合后的产物 萧炎的吞噬完金针腰火后 其停的义火等级已经跃升到了 义火榜排名第一的层次 并且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灵志 薰儿看到小一后也是非常开心的给他取了名字 好一不但一直跟随着萧炎 而且学习能力飞快 可以模仿父亲萧炎施展的斗技 在诞生之时就学会了萧炎创作的毁灭火怜 之后便是萧默了 相信很多人不知道萧默的存在 萧默登场于苍穹榜圣灵记中 是萧灵的儿子 同时也是萧炎的孙子 在大千世界无尽火狱中 是最杰出的天才少主 萧炎最待的孙子可谓是非常疼爱 甚至将自己的绝学佛怒火怜也传授给了他 有了萧炎的地雁作为媒介 萧默则并不需要去格外吞噬青年地青火来修炼斗技了 有一次萧默在解救朋友波罗时 曾独自前往魔狱 遇到了一位第一次尊修为的魔王正在对波罗不利 萧默在一瞬间便使用出了爷爷交给他的斗技 天火三圈变和三千雷幻生 靠近魔王之时 萧默手中已经凝结出了一朵四色火莲 一瞬间就将魔王化为了灰烬 虽然萧默的天赋不错 但和他爷爷萧炎还有很大的差距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豆腐苍群的兄弟们可以给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